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益生菌是说不一定都是产生乳酸的 还有产生别的它也对人体有益 它就按内容就统一叫益生菌 你猜哪个是你的 因为你爱吃鸡肉专门给你准备的鸡肉 这个吧 对 感觉这个像是 这样是鸡肉 就是在鸡的这个解剖结构里面 你会更喜欢哪个位置 肯定是那个三角你知道吗 如果是一个手枪鸡腿 就是这一块叫三角 所以那一块是鸡里面最大的精华 因为它的油脂跟它的那个肉 加上它的皮跟它的那个软骨 就是每一个部分它都带点 其实骨头也很香的 鸡三角你看那个 还有脖子 我们说吃肉说 吃那种运动小部分 小幅度运动的那个部位是最好的 猪颈肉特别嫩 你看在肉吃肉这方面我就有 还有这种说法 我通过跟它这个沟通 你会发现就是说 它最喜欢的食物其实是偏肉类的 然后最喜欢的烹饪方式 可能是偏油炸类的这种 那你像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 它确实是它不能少撤入 它做不到 那么我们就希望 就是它要调整饮食结果 一定要增加它食物里面 蛋白质的这种比例 包括膳食纤维 就是这些不会到体内 转化为脂肪的这种食物的这种比例 然后什么程 你能辨别出来哪个是你的吗 略有区别 什么 这个馅料不一样是不是 对 馅料的这个蔬菜也一样 就是里面的蛋白质的不一样 我是哪个 这个 为什么 它这个里面是鱼的 龙立鱼的 这个里面是鱼精爱吃的鸡肉的 鸡肉 这个是专门给它准备的虾的 这个艺人也一个 好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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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老师 现在我们个人有个人的锻炼的姿势了 好 我给你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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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我们可 老师我们这一坐 可能就是一上午就起不来 哎呦 这个我是喜欢的 这个里面含盖了很多蔬菜 蔬菜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植物纤维 对植物纤维 帮助消化道 然后对促进肠道的蠕动 对促进肠道蠕动 而且呢 那个虾呢 是一个蛋白质非常高的一个食物 这个好吃 它那个里面加了那个 蛋白质和益生菌 那这个里面有维C吗老师 有 维C很美对不对 对对 对没错 是不是 因为维C很美 女生吃了就特别好 可以美白 我们要多吃有维生素C很美的东西 所以含美的食物 如果多的话就可以吃了变美 对的 你这个总结的 老师 餐前如果喝一杯那个柠檬水的话 会不会促进消化 然后还可以美白 可以这么说 然后每小时一杯水 其实你每小时一杯水 你就每小时喝一杯柠檬水都可以 喝柠檬水是吗 对啊没有问题 你们吃吧 好 好 谢谢老师 好好用餐 好好吃 好 谢谢老师